王牌家族重新整队 白战堂 郭芙蓉重出江湖 时隔十三年再聚同福客栈 这世界有太多不一名 而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 面对考验 谁能顺利过关 王牌对王牌 期一关 花花第一个 小彤第二个 花花都带上耳机 请转身 我们请王牌先生 把这轮要传递的词拿上来 道歉有用 还要苦头感 郭女侠经典太子 传递开始 道歉 道歉 有 Пу ze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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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干嘛 哦 那个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捕头干嘛 干嘛 杀字 走走走走 道歉 道歉 好歉 道歉 脚垫 道歉 道歉 这太近了吧这里啊 道歉 道歉 有用 道歉 对 道歉 道歉 有用 道歉 有用的话 还要捕头干嘛 道歉 道歉有用 要警察干什么 不不 哎呀呀呀呀 哈哈 哈哈 第二季 腾哥 道歉 你能摘了 你摘了 哈哈 道歉 道歉了 道歉有用 道歉有用 你那里面有歌吗 有歌 有歌 这真的听见 谁有 就玩大人吧你 谁有歌 一一个对的一个对的 道歉有用 还要警察要干什么 道歉 道歉有用 还要 警察干什么 我听见了 道歉有用 要警察干什么 哥我 我实在不太会撒谎 我也听见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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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怎么办 我已经调到最大声了 哈哈哈哈 很好 真的是最大声 没关系你们就答吧 哎呀 贾玲太可爱了啊 不是 连藏都不会藏 我跟他聊天的内容都能听得见 你问他你里面有歌吗 他说有歌 有歌 你能不能演一下 终于节目要有点效果 你这跟我对话也对的太顺畅了吗 你 哎呦接的及时 哎呦太及时 我也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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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有歌 哈哈哈哈 哎呀你这 哎呀 哎呦太启人了 但那会我也不知道说有歌对 还是没歌对 我说没歌就也不对 哈哈 哎呀 哎呀 真有歌 哈哈哈 答案是什么 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啊 十个字啊 嗯 花花你把正确答案说出来 不对吗 啊 怎么还有反转啊 反转了 道歉有用的话还要捕头干嘛 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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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错了俩字 再加上你们都听得很清楚 哈哈 那你应该一个字不错 哈哈 还说是 我这个确实声调大了 你们好意思要吗这分 哎所以说这个君子游戏啊 很好 为你们鼓掌 别别别别鼓掌掌 分我们是要的 哈哈哈哈 咋好意思啊 怎么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上一句啊因为王牌家族呢 听到了内容啊 所以不计分 两队重新开启新一轮的比拼 这次你们就来那个吧 猜猜谁听着了 我们 这轮有耳塞 啊 给你们上耳塞是吧 耳塞加上 我想问问 耳塞是才拿出来呢怎么 上一轮 防止你们听见 哎呀 哎呦哎呦我 真 堂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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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听不见 这个是真听不见 什么都不还 我就是要上五环 现在杨迪正在出题 猫眼子落杨迪手 好了 来拿过来给大家看看 看 给大家看看 大家演起来 演起来 转过去 写了个什么 花花在华山 画黄花好厉害 这个复杂 我这个巨难 这个很难猜到这个 我照着念头飞机 嗯 去吧啊 拿下去 来传递开始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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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花花看 在 看 在 看 哈哈哈哈 花花在 花花在 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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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在 华山 哈哈哈哈 在华山 在华山 华山 华黄 黄花 黄花 好厉害 嗯 花花 黄花在 华山 黄花 好厉害 哎呦我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好厉害 我 嗯 花花在 华山 嗯 开始了吗 哈哈哈哈 她开始了 花花 花花 唐哥 花花 花花在画山 画山 花花在画画 画的是山 还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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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五环 五环 这是五环 五环 什么都不环 我现在就像五环 花花 花花 换歌了 听不着了 换歌了 中间这很没声 够 山 画山 画展 画的是那个山 画展 山 山 对 画山 还有那个 怎么的了 还有什么来着 你还转过去问 前面是什么来着 花花在 花花 花花在画画 画画在画画 画的山 画山 对 太厉害的歌 你叫什么名字 一个 你叫什么名字 你 你 我 叫什么名字 你说呀你 我没有 我还要问你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花花 你叫 花花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花花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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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太多 哎 就也聊着了吗 小明 哎 什么 哎 什么 哎 等一下 他能问我问题吗 这么简单的事 好 不能再说了啊 场上除了花花之外 都不能出声啊 哎 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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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这耳机 花花这耳机 好 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小明 小明 他 他叫小明 他叫小明 干着漂亮 小明是谁呢 小明应该是张姐的弟弟吧 哈哈哈哈 哈哈 花花竟然还记得张姐 哈哈哈哈 这样你你听一下最终的正确答案 花花在华山画黄花 真厉害 好厉害 好厉害 你自己记得是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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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怎么问我问题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游戏不是问问题啊 我想呢 我说你自己 总该自己叫啥知道吧 我听不见你说的 接下来进入 珠连壁和 每一个家庭 都是多边形 若每一边都能安之若素 形成默契 便是都挺好 在热播剧都挺好中 这一家子 默契直令人堪忧 所以本关考验的就是 两对默契 珠连壁和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石头剪刀布 虽然是一个双方心理博弈的游戏啊 但是我们今天呢 要得分还需要两对队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好 准备就绪了 我们的珠连壁和 马上开始第一轮 第一轮贾玲 沈腾对摇晨 杨又宁 上 上 上 早点没倒地 哥 今天你过节 上 这样 又宁难得放句狠话 来 对沈腾放句狠话 皮别湿了啊 哇 好有自信啊 你过来啊 拉链都拉上了 不能后退啊 只能站在原地啊 第一轮由男生猜拳 round one 石头 剪刀 布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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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弹 实际上 你怎么跑掉的呢 他被吓的 他被吓的 没扑 什么 还没扑 你还没扑 他被扑 队长 队长 别怕队长 你们有我一个 队长的队长 而且你们的人生中的不行 你不是 你输赢你别喊 你刚一啊 我一下害怕了 对 你别叫 干扰 别喊啊哥 好来准备好啊 第二轮第二轮来 石头剪刀布 布 快 快 完全挡住 我甲链太牛了 哥 帅不帅 必须给你点赞 帅不帅 来 请准备 第二轮 第二轮 石头剪刀布 小哥 你为什么要张嘴呢 太准了这一次 我跟你说这把可没破着我 那水全在嘴里呢 来请准备 哥你要赢一把多好 谁不想赢 石头剪刀布 布 石头剪刀布 好呀 终于发生了这样的 是他赢了是吧 我刚才没看见 哥你不是赢了吗 林 林那一瞬间 你是不是也怀疑 是不是刺激 大眼也是惯性思维 大眼也是惯性思维 大眼我不怪你 我甚至不怪你 确实我们输的太多了 不怪你 但这下算我们两分吧 这下 这下应该算两分吧 贾连也破了对不对 但算我们两分吧 我破了我破到了 好下一组 沙翼沈腾 杨又宁 张老师 这样呗 咱们互刺 双方都赢了 双方都赢了 才能俩 多行不行 好 一把定胜负 定输赢 好来 赌上了全队的嘴眼 来 石头剪刀布 布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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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心疼的就是张老师 最后这一关最终的大比分 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 这一轮呢因为王牌家族获胜 所以啊都挺好对 接受一个惩罚 本轮惩罚请回答网友提出的犀利问题 请王牌先生送上信封 来 邀请王牌先生 腾哥选一个问题吧 来个红的 红的啊 时间好 姚晨 给大家留下最新印象的 就是标志性的咧嘴大笑 甚至有外号叫姚大嘴 但最近有网友发现 姚晨的大嘴没有了 请问你是不是整容了 这是哪个观众提的问题 我不知道是不是从去年开始 不知道不知道怎么突然出来的 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嘴大 所以你平时说话的时候 尽量都说那个收口音 蛮难的 就跟我有时候知道自己胖一般都侧着站着 但是这个说法后来在坊间传说这个越说越真了 后来都有阿姨跟我妈说 说你知道吗 你女儿整聋了 我妈说我女儿我自己咋不知道呢 然后我妈还来专门来问我 说你你你整聋了 我说我真没有 可能是大家后来看我顺眼了 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 我处于耐看性 耐看性 有可能是现在就是 因为经常可以在各种荧幕上见到王大璐 所以反而觉得姚晨的嘴小 你看惯了那个嘴之后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对 就不觉得你的嘴大了 有可能 对对对对 好了 这个姚晨也正面回答了 我们观众提出的这个问题 这轮获胜王牌加组队 马上进入下一关 今天两队嘉宾都是实力演员 那么本关就考验大家的即兴演技 两队队长担任关主 相互给对方出题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半边天剧场 半边天剧场 咱们都已经坐下了 坐下了之后呢 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一轮的游戏规则 各位嘉宾 要根据要求来进行即兴的表演 各位观众朋友 会在最后的环节 用你们的投票来决定 这个环节获胜的是谁 接下来呢贾莱那个给他们出个题 难了这我我就给他们出一个即兴的题好不好 我原来不是主持我那个开音俱乐部吗里面真的特别难杨迪我们俩主持的 我们都知道剧情 然后我们为难一下郭京飞和姚晨好不好 然后他们不知道剧情 但是大家听到咚咚咚三声响的时候 他们开始进入未知剧情 这个有点难真的 非常非常 考验他们的提醒能力 没有台词没有剧本 太难了吧 这轮考验杨迪也将加入已知剧情的表演 那么有请几位嘉宾先换装准备一下 大家好 好男人就是我 我就是陆三金 今天来这儿呢是要应聘的 应聘和门 来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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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妞你好啊 那这个蛇呀 你就是来应聘的吧 应聘就聘 来来坐坐坐坐坐 来哈 那受险做个自我介绍 那是这儿的正规同享乐 没得恨没得恨 你好你好你好 那喂你叫什么名字 应聘的是什么职位 陆三金 我今年27岁 我应聘的是账房先生 账房先生 对对对 那还看到你这个建立上说 你是毕业于总员 白马属员 金融惯例 转业 骗子 驾板 真好啊 你这个转业啊 我音聘的这个职业 非常的对口 恶门客栈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不想恶 恶闹得就一点不好用 记忆力特别的不好 你刚才 你毕业于那来着 你毕业于那来着 起起起啪啪啪扭扭扭咔咔 什么学院 啥嘛 你毕业于 总员 白马属员 锦绒 惯例转业 铁字架板 锦绒 白马学院 铁字 什么什么什么 学院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用普通话行不行 我实在听不到 我说普通话好吧 你知不知道有多巧 我们客栈有一个会计 跟你是同班同学 吕小彩 快来快来快来 掌柜的来了 掌柜的来了 掌柜的 掌柜的 小彩快看 你看这是谁 你好你好你好 完全不认识 怎么可能不认识 人家也是毕业于 那个天字假班的 你们俩是同班同学 一个书院的 同窗 我们中原白马书院的 同窗啊 对啊 天字假班 只曾经约过 由彭自远方来 不曾见过 不曾见过 不见过 不曾不曾 不是你们俩一个班的 怎么就没有见过呢 没见过又能怎么着吧 我们两个当中 一定有一个是骗子 这话不应该是我的吗 那你自己说说 谁是骗子 他呀 掌柜的 不着急 我来问问他 这位兄台叫什么名字啊 给我一个好的调度行吗 我这全是被牌 正好我问问你 我们中原白马书院的 月儿歌你会不会唱 什么月儿歌 这样这样 我唱上句你唱下句 对对对对 只要能把月儿歌对上来 月儿歌对对 月儿歌对上来 预备 走 中原书院有白马哈 白马不是白龙马上 白龙马 我吵析 四十五斤都得会 你说对不对 唱 西天取经不容易啊 如果又说几万年 这个 这个 我听着好不是同一首歌呀 词儿一句不对 你说说看 你们书院教书先生是谁 叫郭德纲 郭德纲 对对对对 呀呀 怎么了 我们中原白马书院四川阿爸分院 从来没有过郭德纲先生 什么你是阿爸分院的 四川阿爸分院的 你呢 搞查了呀 我是那个总院的 总院的 你人家是总院的 你是分院的 原来你是个厌子 搞岔了 搞岔了 不好意思啊 在院歌你得好好练练啊 孙悦的歌你说我能会唱吗 刚才经过这一番啊 我觉得你是真是不错 这样 我带你去客栈四处去看一看 好好好 我想你先搁这儿啊 好好好 来 那你先看一看啊 小官 看见了吗 看见了 看见什么 最近同乡欲又开始招人了 昨天招了一个跑堂的 今天又招一个记账的 明天再招一打打来 就没咱啥啥事了 不对啊 掌柜跟我说 因为这个经济 韩东 他把李大嘴 就是先给辞了 让我干两份活 这样就不会把我给炒鱿鱼 你干两份活 那是炒我鱿鱼呢 我给你讲 你多点心眼啊 自打咱们入股到这家店里 你拿到分红了吗 没有啊 我钱都交给他创业了呀 对啊 而且啊前两天 我看见他偷偷地从账房上自己偷 偷着拿走了二十两银子 你啊 我去排他去 排他去 别别别别 别 你这样 你啊一会儿啊你问问他 到底怎么回事 我问他 你留下证据 然后呢 咱们好拿这个要挟他啊 你看见这个没 啥 这看似是个打火机 其实这是一个新型的录音 录音设备 你知道吗 这样按一下 你看 这就开了 再按一下 这就关了 我放在这啊 你别动 你就问他 那二十两银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样的话呢 他说出来了咱就有证据了 你在这放着啊 放着录一下啊 我去叫他 掌柜的 哎来了 来小官找你有事 哎小官 哎哎掌柜的 哎 哎呀掌柜 这不是洋货吗 哎呀掌柜 这不是洋货吗 这这这这这 这这这 这大不拙吗 这是啥吗 他大不拙啊 这是我 对啊 那咱们照一下啊 哎呀 哇哇哇哇 录下来没 好玩意儿啊 这是 录下来没 没啊 哥 我每次都来不及说话 掌柜的就把词说完了 这也没声啊 你这这这录音笔 都给玩坏了 不行 咱得咱得想一个 想个招啊 嗯 这不能让他每次出来 都把词想 行了啊 现在这修好了 嗯 别动了啊 别动了 我跟你说啊 你这样 你就放在这 你质问他 你直接问 你直接问掌柜的 那二十两银子怎么回事啊 不能 他说出来了 这不就录上来了吗 对不对 你就直接问啊 直接问他啊 掌柜的 哎 小国找你 哎呀来了 掌柜的掌柜的 哎呀哎呀 不好了不好了 刚才啊 这个刑骨头跟烟小六啊 找了我一趟 嗯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呃 说是最近啊 镇上出了一个 做假币的 前段时间 他在咱们镇里头啊 这个 花出去了一大堆假币 你赶紧把你那些 私房钱拿出来 交到衙门上去 看看有没有假的 或者我先帮你看看 哈 大肆不说话是吧 哎呀 哎呀 张慧的 嗯 你这个怎么感冒了 没有没有没有 你耍 你耍 这 那那那钱 二十两就能鉴定出真假 啊 哎哎哎那再去后边去一下啊 哎哎哎这么多也好啊 这么多也好啊 哥怎么样路上了吧 我光顾说词忘录了 你这路是路上的 都是提问没有答案啊 要不这样啊 我呀有一个新型的武器 啥呀 我给你沾后边啊 这个啊是一个微型的摄像头 你这样你啊给它拍下来 你一定要拍它的正面啊 拍到它的正面 那不就有证据了吗 对不对 我也太有智慧了 你给我贴我前面多放 你贴我后边 掌柜的来一下 来了呀 掌柜的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这个刑捕头说 要谁要人私藏那些假币啊 轻者坐牢 重者呢还得 还得斩首啊 你对着我说吗 哎呀 我着急啊掌柜的 真的这件事情吧 我觉得你得好好想想掌柜的 你有话你得对着我说 小柜你去哪啊 小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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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跟你说 小柜 那钱是我拿的 不是我拿的 真的吗 什么 你怎么了 小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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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相信你居然是 这种人 小柜 你钱真是我拿的 你干啥呢小柜 小柜 你不是问我那 二十两银子的事吗 对啊对啊对啊 你过来我跟你说 是我拿的 小柜 我没有听清我不敢相信 再说一遍 那你过来我跟你说 喂喂过来 这还来了我跟你说 不行不行 我自己要捞掌了 小柜 看着我的眼睛 我跟你说 小柜 是我拿的 你满意了吧 风太大了掌柜的 你再说一遍 风太大了 我一时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 不是小柜 你今天怎么了 你背后长鸡眼了 你四周跑什么 你跑 小柜 小柜 为什么你总问我那 二十两银子的事 小柜 那二十两银子 不是因为 你跟吕秀才要结婚 你跟我借的吗 我跟吕秀才要结婚 对啊 然后你跟我借钱 你说到时候 半九戏以后 你再给补上 我跟吕秀才不都离了吗 吕秀才 吕秀才 老白 什么 吕秀才 乐谱 吕秀才 乐谱 表演结束了是吧 结束了结束了 我以为还在系里 哈哈哈 我要解释一下的是 这个里面是 那个郭金飞和姚辰老师 是纯迹性的 对 不容易不容易 我觉得贾玲还是手下留情了 虽然我们是两队 但是你还是对他们手下留情 因为今天这身装扮 据说一穿上 自己内心就感慨完迁 对对对 刚才老姚说 我说我们好长时间没见了 然后穿上衣服 我说我这套衣服 比我以前的料好 我们拍龙奔镖局的时候 我穿的鞋是一双雨鞋 装皮鞋 脚上天天闷的全是汗 今天这个姚晨和沙逸 属于再一次《武林外传》当中 角色的经典重现了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剧的名字 我以为是一部武侠剧 我也以为是武侠剧 那时候我记得镜组 我还特别认真问导演 我导演我们是不是得 有一个月的时间 去练一练那个武术 练打戏 对对 是不是有很多打戏 但是不用不用不用 但是现场你们 你们自己想一下就行 我自己想了一下 练了嘴皮子就行了 所以其实也是 蒙蒙董董的就进入这个组 但是也是通过用心的演义 带给大家一个特别能够 陪伴我们过往岁月的一部剧 就是姚晨在我们一季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们弄了一个 《武林外传》的一个重剧的一个 现场的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氛围 但是很厉害当时你是没有来到节目当中的 后来据说在微博上自己把自己给画上去了 对我把我跟秀才都画上就我们俩正好没来 对对 哇好像啊 我画非常像 背着呢 灵魂画手 对 所以当时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场景当中和大家来重剧一下 我很喜欢跟我们这些人在一起 这感觉我也说不上来 就像今天 今天其实一来就去录歌吧 然后在那个录音棚里头 看见那个我们的那首主题曲《侠客行》的歌词 突然之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泪如雨下的 根本指都指不住 然后就是看那些词就会觉得百感较急的 就是当时我们都那么意气风发的 然后我们非常相信的这些歌词到今天我们从不了解这个世界到我们也懂得这个世界 虽然我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但其实心里头坚信的那个东西还是一样了 所以你看那段歌词还是非常有感受 其实我跟杨迪站在两个门的这边 然后他跟那个老白站在两个门的那边 我们两个赝品看着他们俩在那 还是我们泪如雨下 百感交集 感觉哇塞 他们俩站在那真好 一起待了很久啊 八个多月 八个多月 要散的时候难受不 很难过的 肯定很难过的 这是起起伏伏 中间有一段是赶紧散了 拍的有点太长了 往到最后真要散的那天肯定是舍不得 对 《武林外传》对我真的是一种陪伴 我到现在偶尔还会打开电视 一直放在那 贝锦英 吃饭什么的 吃饭什么的就看着他们 因为贾玲说 他看《武林外传》的时候 是他刚到北京最艰苦的那段日子 住在地下室啊什么的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他一切就事业什么的 都刚刚起步嘛 所以他伴随着《武林外传》 给了他很多快乐 在那段时间 对 都是特别爱笑的一堆人 又带给大家这样一个 其实在笑中带着很多感怀的 一个成长的作品 接下来我们也让现场 由我们的展堂 和我们的芙蓉 再给大家带来这首《侠客行》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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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哈哈 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从那儿开始见起你 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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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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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小童的帽子盖自己的大头 弄得人家小童再也没穿过戴帽子的衣服 所以她今天穿了个羽衣来 张卫老师 咱们请给大家 依次来介绍一下每一首歌的相关背景 让他们有一个数 第一首歌是电影搭错车的插曲 谁看过这电影 哦 酒干潭卖舞 那个时候 我才两个月大 像垃圾一样 被丢弃在路边 她当时特别火得过好多奖 里边那首歌叫 酒干潭卖舞 听过吗 听过 不会 唱 酒干潭卖舞 小心回答 非常暴露年龄 1983年的电影 我出生那年 这你都会 我妈妈爱唱 对 这是我爸妈妈 小童是演过这个的电视剧版是吧 对对对 那你应该特别熟这首歌了 好 我懂了 好了 请听 第一首歌曲 虽然你不能太多说一句话 追开了平凡人生 决定黑白与挣扎 这人家 完了一句都跟不上 这就是 小达是按那个是吧 哎哎哎哎 你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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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理 让我相信 你过我的心理 什么时候 你再回到我身旁 让我再来的等着呢 酒干 不是 不是 姚迪抢到了 姚迪抢到了 请接唱 不是 这这太容易了 这过分 没有天哪有地 不是不是不是 没有地哪有家 没有家哪有我 没有我哪有 就是九干谈奈 然后这边才开始 不是不是 我这是对的 我这是对的 同意一下 麻烦 麻烦红方同学 同意一下答案 我这是对的 我妈妈经常唱 然后后面才开始 姚辰 今天你过节 今天你过节 你说了算 九干谈奈 绝对是九干谈奈 九干谈奈 你看这个 那个是错的 没有天哪 没有地那是错的 是吗 他那个美优天哪 应该是个特别高潮的 那个部分 不是不是 就是美优天 真的真的 我坚持自己的 真的 我相信你杨生姐 真的 你要不要相信你 你 杨生姐说 我相信你 然后我倒下 他们刚才唱的那首歌 美优天哪有地 美优地哪有家 没有家哪有你 没有你哪有我 然后才就干谈奈奈 我相信我的妈妈 对 我支持杨迪 支持我的就不要把手放在那儿 我们就自信 你确定吗 我怎么 因为我记得这是后半段的 我猜不了 就是你真的 我跟你讲 他是对的 相信我姚辰 相信我 信我一回吧 相信我 他是对的 而且他妈天天唱 到底这个答案 对不对呢 我那个应该是对的 我觉得 你待会会骂我不 我会揍你 我妈跟苏瑞长得也挺像的 行行行行 以你们答案为准吧 都挺好对 给出的最后答案是 不可能 他不可能 对 我都不拿 是 我都觉得 不 我都不拿这 我都觉得 我都不 拿这 我都 绝对 啊 打开 我 你手很长如何 打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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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他那個傘真的太太奇葩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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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要在三八婦女節的時候不相信婦女呢 我 等一下 但是 答案是什麼的 姚辰是正確答案 他是對的 姚辰是頓確的 你們居然不相信朝陽去麥爸 太正確了你 朝陽去麥爸 對 楊玥年 真的我跟你講他他是對的 相信我姚辰 相信我 你別別別別說話了 為什麼會這麼簡單的答案 你媽 你媽每天唱都是錯的 我媽的唱錯了 我媽的唱盜版 哈哈哈哈 我們來聽一下第二首歌曲的相關介紹 第二首歌 嗯 不管還是搶 悠悠 你冷靜啊 悠悠 一九九零年拍的應該是中國 咱們自己的首部家庭倫理劇 叫可望 哎 你哪封什麼呢 破家十萬貫 我封個口袋 裝點零碎 這首歌我六歲就登台唱過 歌詞深深的刻在了骨頭裡 哈哈哈哈 你搜索一下記憶 可望的我已經不會了 我光聽名字就不會了 我光聽名字就不會了 沒有天哪 哈哈 有過多少往事 啊 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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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对还是错 没 接 接 哎 我说是提早摁了 但我们演的最快 你们欺负我们新来了是不是 能唱下来吗 到哪了你说吧 到哪了 我知道我会唱 过去将来 不是 是你别老弟会唱 是 酒吧的藏卖我 酒吧的藏卖我 是对还是 问 问 问 是 难来 被 忘 地 可 花花这么小居然会唱这首歌 煩死了 哎呀这孩子真是 我在台上唱表演过唱过这首歌 是吧 我有钱唱过你看看小小小年纪多宝的歌都敢唱哈哈哈 嘿嘿嘿 看看那边准备的样子你看多么紧张多么忐忑 他们手也在那边了 你们自信点手边放上去 这轮王牌家族队给出的答案是 正确的 哎呀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就算了 谁来了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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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那时间太短了 确实啊 这怎么会站一下就走了 算肉呢 哈哈哈 我里面还两把伞 上一次的弹会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用的 都开出去两米了 散才弹出来 对啊 我们是长臂员吗 手不够长他们 好来我们听一下 第三道题给出的提示是 一九九一年 电视剧《家有先妻》的插曲 我才演啊 我们还能信你吗 放心相信我这次我真会 然后唱这个歌的是香港的一个 草莽草莽 对草莽 歌名叫《失恋阵线联盟》 你会吗 我当然会了 你总是 我听到没有 他总是 只留下电话号码 不可能不会吧 就会这两句 别搭那了 却不肯 让我送他回家 我真不会唱 我知道歌 但我不会 没事没事没关系 你不会没关系 杨迪他妈妈会唱 不 这次是我会唱 我不相信我妈妈那些曲目了 全盗版蝶 一堆盗版蝶 姚生姐你们就抢 我会 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歌 你说你 却不会加多潇洒 不会 不会 应该看起来 有有 没他回他回他 妈呀 我们怎么在乎他 却没他全部抹杀 越等他越伤心 永远得不到回答 到底他这么想 应该继续在场吗 抢 贾琳和花花先抢到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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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他们唱不出来 这个属于条件反射 还是说好了就忘了吧 上一句是什么 上一句是 到底他怎么想 应该继续猜测吗 呃 呃 呃 什么词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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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迪知道 我们都知道啊 可以问哪 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这个答案我卖 呃 好歹你也问问他啊 哈哈哈哈 拿下 好歹 好歹 台北哥不是东北的 还是说好的 说好的说好吧 还说好的呀 忘了他 哈哈哈哈 你自己觉得对吗 还是说好吧 忘了他 行 确定吗 确定 还是说好吧 忘了他 说好吧 忘了他 哈哈哈哈 您这调有点开忧啊 哈哈哈哈 这轮给出的答案是 错误的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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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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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这边咋下雨下这么大呢 哎 啊 啊 啊 我 彭哥我印象中就没拿过一把完整的伞 我们刚才以为偷了一把伞特别的开心 你哪来的伞啊 他是从洞里接到的吗 这是他偷摸藏的一把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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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先生啊年纪也不小了 鸡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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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听一下正确答案好不好 其实一放出来就都知道了 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在场吗 还是说好转换了吗 还是说好转换了吗 我也答不过我也错了 全忘了吧 说好全忘了吧 还好这条题被他们抢了 对吧 幸亏他们抢了 我的信任感已经全部丧失了哈 不是我还是信任你的人 接下来来听下一题啊 下一首歌跟今天这个日子跟三八妇女节特别搭 是 中国女组的对歌 歌名叫风雨彩虹鸿枪玫瑰 田正的田正的那首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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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来 哎这就是巧嘛 花花会 花花会 还记得那歌吗 我记得我还看过MV 他坐在热气球上面飞 我跟你说我不光会唱 我还会模仿田正老师 都别先吹牛 接对了才叫真慧 风 风 风 那是刘欢老师 吞枪玫瑰 那是田正老师吗 那是田正老师吗 那是田正老师 那是田正老师 我 和 你 准备 请 听歌 吹一半 让我淡一度睡 你会不会 别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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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伞放了呀 我会复歌 我会复歌 我开播 你在哪里 我会不会 完了 签 快 借 internal 好,我们根本就没爱 我们都不会 花花 老弟,老弟,弄他们 不如雨彩虹 终终终终终 终横四海 小龙 天涯永不后退 对了,对了 怎么就对了下一个 我听这几句挺押韵 终横四海 天涯永不后退 哈哈哈哈 哎,我们这边不光说词对了 调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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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模仿的还像 虽然我不会啊 哈哈哈哈 这一轮王牌家族队给出的答案是 正确的 耶 耶 哈哈哈 哈哈 胡萝卜兰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我 快快快快快快 顺带腿 我 我 我把伞这么大 过分了 过分了 哎这伞不错这留着留着留着 节目组 你们过分了 杨老年你把那伞打开 有多大 双人伞 确实你这咖啡厅的伞都整理了你 杨迪那边刚才是个啥 胡萝卜真的胡萝卜 还好没拿着 拿着也不知道干嘛累赘 这个环节 所有的比拼都已经结束了 我想问问在场的各位男同胞们 你们这一路走来 生活当中对你们影响最大的是谁 我一下想到了 就是我结婚的那个时候的 那个场面 其中有一个环节 就是我岳父最后把我媳妇的手 放在我手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我岳父那个人 是不太善于言辞的你知道吧 这个父亲嫁女儿 我知道那种心理 他一定是无畏杂陈 我岳父当时特别小声 仅仅我能听见 对我说了一句 他说我把它交给你了 然后他就一个人转身就走了 就那一刻的时候 我老婆和我同时 我们俩都苦了 所以你知道前两天 因为我们一家四口 参加了那个元宵节的晚会 然后晚上回到家 其实已经很晚了 两个孩子睡了 然后我和我老婆就是 就剩我们俩的时候 然后我躺在床上 我特别由衷地对他说了一句 我说老婆谢谢你 他说你谢什么呀 我说我感觉到此时我很幸福 我很幸福 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这四位女嘉宾啊 都有一位神秘嘉宾来到现场 我们请出来看看分别是谁 好不好 来 欢迎他们 大家好 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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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 他叫谢丹 是我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同学 也是我们班班长 谢班长 这个花叫杨洁梗 代表着坚强自信 咱们的班主任 游仙来 游仙来老师选的这个花 哦 游老师 哦 游老师 游仙来老师 因为他在过年期间 然后做一些化疗 就不能这种长途的这个劳碌到现场来 所以说我也是 呃 游老师委托我 啊 把这份祝福跟礼物送给姚晨 谢谢 谢谢游老师 姚晨呢 从知道我们游老师这个有病以来 在这个空闲期间 带着孩子跟佳伦一起去 基本上每年都会去探望 因为我们也是很小都在一起 一起生活 然后一起学舞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正是一个小孩人生 需要带领的时候啊 那个游老师就像我们的父母 就感情是非常深的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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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